嫦娥4号正在缓缓地接近预选的着陆区 现在通过大屏幕看到现在是播放的是刚才 着陆的过程当中通过降落相机拍摄到的月球背面的画面 红色的方框 那么这个呢就是嫦娥4号的预选着陆区 它位于月球背面的南极埃德肯盆地当中的 门卡门撞击坑 探测器自主判断的方式 来确定着陆地点地面上的人员呢 其实没有机会对它进行一个干预 这个整个的这个动力下降的落跃的过程 应该说是咱们整个 常河4号这个任务里面最关键的一环 也是这个最后实现咱们落跃 实现后面巡视探测中的一个基础 下船的数据来看咱们落跃的整个过程很正常 落跃以后的姿态也很稳定 符合咱们的预期 整个的过程完全按照我们预想的 这个过程呢来进行的 最终的结果呢也非常精准 而且着陆也非常平稳 现在着陆这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最理想的着陆点 应该可以说就是在这个范围内 我们应该是郑重靶心 那么我们后面呢将在今天的下午开始 历时大约6个小时 我们的巡视器将从着陆器上实底跃面 这是一个更加重要的一个历时时刻 人类的探测器第一次降落在月球的背面 不仅是中国航天新的突破 同时也开启了人类探月的新篇章 请不吝点赞 订阅